中南海下令斗争 专家们担忧 灾难性结局 乌克兰军情局长称 结束战争只有一种方式 乌克兰夺回亚素钢铁厂 俄军突袭内勤曝光 林军县反驳吴思怀 台湾支持乌克兰不是没有原因 全球最贵的河流 军队24小时全天候驻守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吃生TV两岸药文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习近平在5月5号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 下令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 并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央视新闻联播用长达5分10秒的报道 全程有主播读稿 没有常委会现场尽头 因此外界不清楚是否全体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 以及缺席上次政治局集体学习 并引起外界关注的韩正是否正常 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宣布 我们一定能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提前给上海防疫定下胜利的调门 显示这次会议是在防疫政策 演变成为党内路线斗争的背景下 习近平对自己权利的宣誓 同时常委会反复用斗争来定位当前的防疫工作 被认为反映出中共内部正围绕防疫路线展开恶战 外界也惊呼又要斗争了 政经学者尹春沟在脸书解读说 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永远存在 是政治第一还是经济与民生第一 之间有不可调和的斗争 放弃清零意味着一尊地位被质疑 意味着中共领导层失败无能 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 那是沉重的政治代价 但不放弃清零就会有经济社会与民生无止境的付出巨大代价 直到社会承受不起 当前动态清零制造的悲剧与乱象正席卷中国各地 上海现在定时定点定量允许居民出门购物 但彻底解封依然遥遥无期 一名住在米航区的40多岁的韩国籍男子 日前被发现陈诗家中 这是继29岁南非女外教之后 又一起发生在上海封城期间的设外死亡 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已介入调查 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 上海街头出现施舍白州的荒诞场面 上海松江的达峰电子厂刚刚复工几天 突然又传说要封闭 员工冲破封锁去抢购物资 警察赶来镇压爆发暴力冲突 北京下令从5号起朝阳区全区居家办公 同时关闭了64个地铁站 朝阳区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 也是外国使馆聚集区 封锁朝阳区等于北京过半的政治商业活动都要停摆 首都街头出现类似朝鲜的景象 河南省会郑州 百姓急着囤购物资 居然出现8个人争抢一把寸台的景象 山东自博市也有部分地方开始封路 铁丝网上街 封控程度简直不输给监狱 尽管观察人士清楚中共坚持清零 是二十大前的政治考量 但事关重大 仍有不少人发出警告 现驻上海的南卫里工会大学的教授 理查德·布鲁贝克6号发推说 认为靠封城能避免痛苦是愚蠢的 到最后他们会停止封城 那个时候所有的痛苦会成为现实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泽伊奈普·都夫克奇表示 当初中共当局因为言论审查和压迫 制造了一个灾难性的开端 现在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 引来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白洛宾特意拿出新华社通稿中 常委会强调的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 评论说这是习近平最后一战 法国世界报一篇评论文章开门见山的说 当三个你最热心的支持者在几个小时内相继警告说 你正在撞向南墙的时候 考虑他们的建议才符合你的利益 这三个人分别是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总裁斯蒂芬·罗奇 以及阿里巴巴董事善伟健 他们都警告说 封城将引发中国经济危机 法国世界报在结尾做出如下对比 1959年彭德怀告诉毛泽东 大跃进是一场灾难时 他被批是莫斯科的代理人 被迫辞职 今天上海人因为饥饿而敲打锅碗瓢盆 他们被指责为西方势力所操纵 历史正在重演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日前接受当地媒体专访时表示 战争可能只有在普京死去后才会结束 在被问到俄罗斯是否能动用核武器时 布达诺夫表示 使用核武的机会一直存在 但使用战略核武并没有意义 因为俄乌两国距离太近 若使用战术核武将加速俄罗斯的终结 布达诺夫说 普京还活着的情况下 这场战争不太可能结束 在莫斯科不断传出酝酿政变推翻普京的背景下 作为乌克兰情报机构的投资 布达诺夫这番话意味深长 他表示 一旦普京失去权力 俄罗斯可能有两个选择 一是俄罗斯领土分裂成三块甚至更多 第二种可能是俄国领导高层发生更换 这种方式相对来说 可以维护俄罗斯领土的完整 但新领导人会放弃俄罗斯这些年来占领的领土 包括应属日本的群岛 以及应属于德国的克尼斯堡 布达诺夫说 俄罗斯大多数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都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通过许多渠道尝试与西方对话 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财富 他们希望尽快终结现在这种局面 此前有消息指 俄罗斯准备在5月9号宣布大规模动员 俄罗斯联邦储备局已经在检视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库存 不过 布达诺夫认为 这虽然是莫斯科的目标 但不会发生 他们没有时间 也无法做到 经过激战 坚守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的乌克兰亚素营首军 5月5号向外界通报说 他们终于击败了俄军 成功守住了亚素钢铁厂阵地 综合外媒的报道 亚素营指挥官普洛科·潘科 4号发布紧急声明指 俄方攻进钢铁厂双方爆发激烈血战 目前乌克兰方面的状况极为艰难 但仍会坚守到底 这是两个月以来 亚素钢铁厂首次被俄军突破 当时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 安德瑞·尤申科也证实 亚素钢铁厂战况惨烈 在俄军猛攻下该是最后11平方公里的自由之地 已经沦为地狱 幸好在一天之后 乌克兰方面取得了胜利 钢铁厂突然遭俄军突破的原因也被曝光 据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 格拉申科在推特爆料 钢铁厂内出现了叛徒 一名前电工向俄罗斯军方 告知场内的秘密地下通道 格拉申科统批 向入侵者告知秘密地下通道的人渣 将来一定有子弹或砖头找到他的头上 马里乌波尔市长伯承科表示 目前场内还有几百人受困 包括30名儿童 虽然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称 在5号至7号开放人道走廊 撤离亚素钢铁厂平民 但亚素军团副指挥官 帕拉玛指控 俄军5号再度违反承诺 台湾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日前在立法院质询 外交部长吴钊燮时表示 政府在俄乌冲突中 不应该担押一边 对此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反驳说 会说这种话 已经不是国际外交见识不足 而是最基本的道德良知问题 据自由时报的消息 林军县5月4号表示 俄乌战争中 究竟谁才是最需要负起最大责任的国家 世界早已有定论 就连一向把俄罗斯奉为上国的中国 现在都不敢明白支持俄罗斯 战争每持续一天 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就持续消逝 怎么会把人命当筹码 还可以选择要压哪一边 林军县强调台湾会如此支持乌克兰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在乌克兰身上 我们看到了未来自己可能的样子 如同那句名言所说 此时不为乌克兰说话 往后也不会有人帮我们说话了 台湾支持乌克兰 不只是情感 而是理性的判断 林军县特别批评到 双面押宝在和平时期或许管用 但是真正面临威胁时 这叫做双面间谍 缅甸北部的乌鲁河 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贵的河流 全年24小时都有军队驻守 原来这条河蕴藏一种价格 甚至超狗黄金的物品翡翠 据周刊网报道 乌鲁河又被称为乌油河 乌鲁河位于缅甸北部 全球品质上加的翡翠都产自这里 分布在杜茂 缅茂 攀茂 及南奈茂四个矿床之间 这条河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生产区 包括全球95%的翡翠玉石产量 乌鲁河吸引许多人慕名而来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因为缅甸设立了非常复杂的审批程序 还需要两个通行证 这条河现在在缅甸武装力量的直接保护之下 据报道 虽然乌鲁河的玉石开采已经进行了600多年 但是这里的玉石的产量依旧非常高 虽然以全球而言 在日本 俄罗斯 哈萨克 归地马拉等国 都发现了翡翠矿藏 但品质及产量都不及缅甸的乌鲁河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最近我非常想了解中国几十年前那段黑暗的历史 想着或许能对今天有什么启发 刚巧看到1986年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 电影的最后已经封掉了的运动排头兵王秋贺 破衣烂衫 走到哪里都敲着那面破罗 嘶哑的嗓子还在喊着运动咯 亲身经历运动索性活下来的男主角江文说的那句 世道不变 要不防着点 他说的兴许是道理 对比今天似乎成了一句谶语 就像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提到的 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是政治第一 还是经济与民生第一的斗争不会停歇 所以就幻化出了今天中国人所经历的核酸运动 运动的大魔咒怎么转悠也离不开中国人的生活 不仅一间今天又看到了两个视频都说了类似的话 一个说所谓天堂就是你敢说这里是地狱 所谓地狱就是你只敢说这里是天堂 还有一个段子说一位中国的爱国网友翻墙 到蔡英文的推特下面留言说 你口口声声说民主好 老子今天特意翻墙骂你 让你知道知道民主有什么好 蔡英文回复说民主就是台湾民众 不用翻墙就可以骂我 在我面前你自称老子我一笑而过 你在你那边的村长所长的面前自称老子的话 这结果你比我清楚 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记得点击小铃铛订阅希望之声TV 我们下期见